全职女儿,爸爸退休金8000,妈妈6000,奶奶4000,总退休金18000的三代家庭里,女孩做起了全职亲人,爸爸每个月给2000,妈妈给1000,奶奶给2000,00后女生拿着每月5000的工资,负责做一家四口的一日三餐以及其他家务劳动,成为全家人的保姆,把爸爸妈妈和奶奶变成了她的老板,女生说,找工作太难了,工资低,还要受老板POA,现在她在家里负责家务,一家人其乐融融,家里也省了请保姆的费用,她把5000元拿出来,一部分交社保,年纪大了, 就可以领养老金,她爸爸还建议她去做一个试管阴暗,大家一起养,这种生活大家喜欢吗?